中年女人对这三种男人要格外注意 有句话叫女人三时如狼四时如虎 其本质是说这个年龄的女人经过了岁月 开始对感情有了更多的体验和期待 也容易按耐不住寂寞的心 尤其是老公相处很久 过了甜蜜时期 更是容易被其他男人趁虚而入 相信我 在这个年龄的你们碰到所谓懂你的男人 一多半都是在套路 他们不过是想要得到你身体而已 如果他们得到了 就会立刻消失在你的生活 那么哪些男人特别值得中年女人注意呢 一不沉稳的男人 一般而言 这个时候和你相处的男人也步入中年了 如果他做事仍然不沉稳 经常一个不小心就情绪激动 说明他没有成熟的心子 不适合交往 二花心的男人 这种男人特别值得注意 他们往往表现的特别懂你 但其实你只是他众多备胎中的一个 想要认识这种男人 切记中国那句古话 路遥知马力 日久见人心 三 没有修养的男人 修养是一个男人最好的名片 无论什么年龄 没有修养的男人都不值得珍惜 想一想他能不尊重别人一样 就不会尊重你 应该 grues尸 把 уб人